童修我們在介紹完電池之後呢 再來要介紹的是電解與電鍍 前面的電池是屬於電路中的電源的部分 是屬於電源的部分 此處的電解跟電鍍是屬於電氣的部分 也就是說電池是用來產生電的 而電解電鍍是一個使用電的情況 所以這裡是使用電的情況 此處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使用電是怎麼使用的 它就是原本這個化學反應不會是自發的 它本來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當它通過了直流電之後 這個電我們會把它的電能轉成化學能形式去釋放 也就是它會發生化學反應 這個過程稱為電解 它的原理剛好跟電池是相反的 因為電池它是化學能轉成電能 電池的反應必須要是自發性的反應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曾經有說過 我們把芯片放到硫酸酮裡面的時候 芯會跑出來 而銅會附著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氧化環運反應 它是自己碰到它就會已經發生了 所以它是自發性的反應 而電解跟電路它是不會自發性的 我們必須要通過通電的方式 通過通電方式去逼迫它發生這個化學反應 所以它不是自發的 它需要通電之後它才會發生 那這裡的話呢 必須要強調一下 我們的電解液必須是電解質溶液 或者是融融狀態的電解質 所以這裡的話呢 重點是什麼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在學過電解質的時候 學到什麼情況下電解質會通電 也就是把它配成溶液的情況 或者是融融狀態的時候也可以通電 也就是說我們重點是要離子可以移動 今天當這個電解質它是固體的形態 它沒辦法任意的移動 那它就不可以通電 那如果它是液體的 或者是它是融融狀態的 那離子可以移動的話呢 它就可以作為一個導電的功用 那此處呢 我們剛剛有說了 這個比較一下電磁跟電解電度的情況 這個剛好是反過來的 電磁是化學能轉電能 電解呢是電能轉化學能 那另外呢 如果要講熱量變化的話呢 電池的基本上它是放熱的反應 就是反應之後它會越來越熱 然後以及它會把化學能給釋放出來 那電解呢 則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電解它是用這個電 然後轉成化學能 它會把這個電能給吸收起來 然後拿去進行化學反應 所以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講一下電解水的部分 那電解水的裝置呢 就是一個爐圖 長得像這樣子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一杯水 然後呢 我拿了兩個飾管 這等一下會產生氣體 我們要拿來收集 這是排水集氣法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飾管裡面 插了兩個電極 好 這個飾管裡面插了兩個電極 然後呢 接了一個直流電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電源 接了直流電 它是一個電源的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個電池 才會發生這樣的反應 當電池一接上來之後呢 這個電解水 這一個動作就開始發生了 請記得電解水是一個動作 而不是一個名詞 常常會有人認為電解水是一種水 可能喝起來特別好喝 但事實上不是 電解水是 前面兩個字 電解它是一個動詞 它是一個動詞 而水呢 是名詞 它是拿這個動作呢 是去電解水 好吧 那這個過程中的話 就是通電 它就會 水就會開始冒泡泡 跑出來 變成氧氣跟氫氣 而且呢 這兩個電解呢 如果靠的越近 也就是說如果把這個圖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電解這樣插 把它變成這樣子 然後電解這樣插 基本上呢 它就會反應得更快 然後另外呢 是這裡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加一點電解值進去 因為這邊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水可不可以導電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學電解值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說過 水不算是電解值的一種 因為水的導電性非常差 而我們要讓這一杯水 能夠發生導電性比較好的情況的話呢 我們會加一些電解值 但是這些電解值呢 不可以干擾我們的反應進行 那我們常加的東西是 NaOH 也就是氫氧化鈉 或者是一些 例如說 硝酸甲之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極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大家看一下 正極是 這邊 大家還記得嗎 從電源出發接過來的話呢 電氣這個地方 怎麼剛說的 這個是一個電氣 此處是一個電氣 電氣這個地方是正極 然後這裡是負極 可以嗎 所以這裡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 好 那正極發生什麼反應呢 正極的話呢 你仔細看一下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看 電子會從電源的負極出發 跑到這裡 然後再從這裡回來 於是你看到正極發生反應 它是放出電子 放出電子的 所以正極放出電子 所以它的反應是 水呢 會分解成電子 然後還有四個氫離子 跟一個氧氣 所以 從正極跑出來的東西是氧氣 而負極呢 負極這邊是 接收到電子 電子往這邊跑 跑到這裡 所以水呢 接收到電子 它變成了氫氣 跟兩個OH負 那它全反應式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反應式 我把它抄過來這邊 我就照抄而已 那這個反應式呢 我把它乘與2 放到這裡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乘與2 因為你發現了 這邊有跑出四個電子 也就是說這個反應一發生之後呢 四個電子 從這邊跑出來 那 這個反應呢 你會發現 它是接收兩個電子的 可是我們的電子 不可能發出四個 然後只收兩個 一定是 一定是四個出去 然後四個回來 對吧 一定是四個出去 四個回來 那 所以我這邊的話 這個反應是 你會發現我要把它乘2 它才是接收到四個電子 於是我把它 這個反應式乘與2 然後放在這裡 好 你可以對照一下 那 接著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們把它上下相加之後呢 這邊會有六個水 就是四個加兩個 六個水 然後呢 四個電子跟四個電子消掉 這我們就不看了 然後呢 這邊會有四個氫離子寫下來 然後呢 四個氫氧跟離子寫下來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有兩個氫氣跟一個氧氣 兩個氫氣 一個氧氣 而這邊的話呢 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 它們接觸到的時候呢 大部分大部分 都會變回我們的四個水 大部分變成四個水 只有極少數的部分呢 它會變成是還是 離子的形態 氫離子跟氫氧根 這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中性的水 所以必須要維持是什麼 ph值是 7 那ph值是7 代表說氫離子跟氫氧根 它們都要是 10-7m 它必須要是這個等級 那這個等級超級少 就是一個0.000000 總共7個0 然後1 的那個 濃度 非常非常的細 也就是說今天它出來不是什麼 就是四個出來就留著 四個氫離子 四個氫氧跟離子 這樣出來就留著了 理論上這兩個東西 一出來之後呢 它一接觸 它就會怎麼 就會變回水的形態 因為它們大部分都會 流成是水的狀態 而不會是離子的形態 那所以這邊產生四個水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跟這六個水 消掉 這邊會變成2 所以這個方程式呢 會被我變成的 你會發現它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形式 就是兩顆水 會被我分解成 兩個氫氣跟一個氧氣 那這個過程是非常簡單的 你就看 我今天要平衡的反應是 水會分解成氫氣跟氧氣 這兩個產物要記 把它分解出來之後 你發現 這個我的方程式寫出來 好像怪怪的 因為數量好像不對 那所以我這邊有兩個氧氣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要兩個 這樣才有兩個氧氣 要兩個氧原子 那這邊的話呢 總共會有四個氫對不對 那所以這邊有兩個氧 所以要加一個2給它 所以這個方程式 其實最後變得很簡單很簡單 全反應是就是 兩顆水會被我分解成 兩個氫氣跟一個氧氣 好這個結果要記一下 於是你會發現 這個產物呢 在正極是氧氣 負極是氫氣 我個人 我個人會覺得 這東西蠻好記的 那原因是因為 你會發現 負極呢出現的這個是h 那h的話呢 我們學過它的價數呢 是正1 那你會發現 正的 它這個跑到負的這邊 那這個氧呢 氧呢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價數是負2的 它跑到了正極這邊 我以前都這樣記 提供給大家 就是負的會往正跑 正的會往負的跑 正負相吸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放成這樣子的形式去看 所以氧氣是在正極出現的 氫氣是在負極出現的 那他們的產物的莫爾數比呢 莫爾數比就是反應方程式的 係數比嘛 所以呢 氫氣是2 氧氣是1 所以我就填下來 1比2 那體積比的話呢 體積比就是莫爾數比 大家還記得嗎 在氣體的形態的話 體積比就是莫爾數比 所以呢這邊就一樣 1比2 好 那再來是產物的質量比 那質量比的部分就不是1比2 原因是因為氧跟氫的分子量是不一樣的 它的原子量是不一樣的 那氧的話呢 是16嘛 那氫是1 那於是你知道氧氣是32 那氫氣是2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我要把它的莫爾數 乘上它的分子量 所以它的分子量是32 好嗎 這邊是32 那氫氣的部分的話 它有2莫爾 它有2莫爾 2莫爾 然後呢 它的分子量是2 所以我這邊22得4 那於是你發現這個解呢 是什麼 32比4 我們把它畫成最簡單的整數比 就會變成8比1 所以產物的質量比是8比1 那再來的話呢 是產物的收集的部分 那我們產物會使用排水集氣法去集氣 那原因是因為氫氣跟氧氣都難融於水 如果你今天是別的氣體的話 那就不一定 不過這裡的話 我們的產物是氫氣跟氧氣 它是可以使用排水集氣法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產物的檢驗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檢驗一下這兩個 這兩個飾管裡面的氣體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去用線香去燃燒 你會發現氧氣有助燃性對不對 所以呢 線香進去之後會燃燒的很旺盛 那 氫氣這部分的話呢 氫氣是可燃物對不對 氫氣是可燃物 於是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線香靠近之後 你會發現 欸 它會有一個暴鳴聲 那這個暴鳴聲呢 其實不是碰 這個如果有做實驗的人的話 就會發現它是一個 咬這樣的聲音 它是一個咬 然後就不見了 燒碗的聲音 然後它的火焰的顏色 是有點淡藍色的火焰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是稍稍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我今天這個裝置啊 我中間拿一個小小的半透膜 去隔開來 事實上也不用隔開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飾管裡面的好處 就是這個飾管 跟這個飾管的這個 氫氧跟氫氧是不會直接接觸的 你會發現正極產生的是氫離子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有四個氫離子 然後負極這邊的話呢 會有OH- 會有氫氧跟離子 於是你會發現這邊是偏酸的 而這邊是偏減的 這邊會偏減的 所以你去用這個 你去檢驗的時候 例如說你拿廣用試劑 或者是你用石蕊試紙 進去測一下 你會發現 那個地方的水 如果是正極的話會偏酸 負極會偏減 這個地方小小補充一下 那再來的話 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水 本來是難導電的 所以我會加一些強電解質 那最常用的話可能是 我們的氫氧化鈉 那這邊的話氫氧化鈉不能加太多 大概1m或0.1m差不多 那硫酸的話也是一樣 要稀釋過 那就會是一個很好的電解水的 一個電解質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你稍微看看 就知道就好 就是這個電解質的話 進裡面是不可以 含這些東西的 也不可以含這三個禮子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立體 那立體的部分 他說小影他使用這個 右邊的裝置 然後呢 他加入了少量氫氧化鈉 你要知道這個氫氧化鈉 只是一個電解質 他只是幫助導電 他其實沒有用 那5分鐘之後呢 他說A管的氣體是10毫升 B管是5毫升 你要知道這個是電解水 所以A管是10毫升 B管是5毫升 於是呢 你知道 A管裡面是什麼氣體 A管比較多對不對 而且他是B管兩倍 所以這根據前面所說的 他的體積比較多 所以他是氫氣 他是氫氣 那B管裡面的話呢 他是比較少的對不對 所以他是氧氣 可以嗎 所以這邊第一題這個是對的嗎 他說A管裡面為氫氣 B管是氧氣 這個就是對的 可以嗎 因為 因為呢 這個氫氣的量呢 比上氧氣的量呢 他的墨爾數比會是2比1 會是2比1 那再來第二個 他說進行電解的時候呢 連接甲端的為A式管 那你就看一下 這邊是正極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知道這連過來的話 這邊電極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 可以嗎 那正極的話呢 我們剛剛說正極產生什麼氣體 氧氣 那負極產生氫氣 對不對 那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發現 連接 甲端的是什麼 是 連接甲端的是 產生氧氣的 那氧氣的話 我們剛剛說他是 B管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錯的 在這裡 B管的是氧氣 那這邊 甲端這邊是正極 正極這邊出來的是氧氣 所以這個地方B是錯的 好嗎 所以這個是XX 再來第三個 他說電解前 電解前 如果改加入少量的吸流酸 反應結果不變 好這我們剛剛有說了 在這邊 我們可以用硫酸 所以這是可以的 好 那再來 如果改用這個交流電進行電解 實驗結果相同 那就是錯的 因為電解呢 不論是電解跟電池 你要記得 我們在用的呢 都是直流電 所以必須要是直流電 那再來的話 就是第五個 他說 齒電解反應 將化學能轉成電能 剛好反了 我們說這個 反應呢 是不會自發的 所以我們要 逼迫他發生這個反應 所以我們需要通電 所以他其實是 化學能跟電能 要交換一下 他是電能 轉化學能的情況 可以嗎 所以他是錯的 好 這是第八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立體9 他說今天呢 有發生了一個 電解水的反應 小安在做這個反應 他說 在正極產生8公克的氣體X 那這邊的話呢 正極產生的東西是什麼 是氧氣 這個你要快速的能夠反應 我們剛剛已經講完了 正極出現的是氧氣 他說這個8公克的氣體是X 然後這個X 你就把它當作直接看氧氣了 他說如果呢 氧氣全部由電解水反應發生 則消耗的水是多少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什麼 我們就把我們電解水的反應式 全反應式給寫出來 我們剛剛說的 他是兩個水分解出 電解出 兩個氧氣跟一個氧氣 那我的氧氣呢 是產生的8公克 那你就要算一下 8公克是幾mol的氧氣呢 於是你知道 我們前面有學過了 這個8公克的氣體 應該要換成mol的話 要除以它的分子量 這個是它的分子量 可以嗎 它出彎之後 就會變成4分之1mol的氧氣 那也就是代表說 這個 這個水呢 的用量 跟氧氣的產生量 剛好是2比1 所以氧氣產生的4分之1mol 那應該就是用掉了0.5mol的水 就是因為這個是1比2倍嘛 所以這邊是1 那這邊就會是2 所以這個2乘上4分之1 會是0.5 所以你今天是消耗了0.5mol的水 這是106年考的題目 算是蠻簡單的題目 大家一定要能夠掌握起來 好 那再來是第10題 那第10題的話呢 他說電極水裝置是長這樣子 然後他說 加以2四管分別收集正極跟負極的氣體 好 加以2個分別收集正極跟負極的氣體 那所以我們就要去寫一下 這個地方是正極 這個地方是負極 這是電池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所以這連過來的話呢 這邊會是正的 然後這連過來的話呢 這邊會是負的 那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要記一下 正極產生的氣體是氧氣 負極的話產生的是氫氣 基本上這樣就要結束了 你看 甲管可以收集到氧氣 所以你這個基本上這個氫就先刪掉了 這兩個選項先刪 甲管應該是收集到氧氣 然後它的體積呢 是儀管的多少呢 你要知道 氧氣呢 跟氫氣來比的話 是氫氣比較多 所以呢 它呢 是氫氣的這個管 也就是儀管的一半 所以要選B選項 氧氣會比較少 氫氣會比較多 這個最後一定要記住這個重點 好 那 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電解水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電解硫酸酮 就是這邊也是一個重點 剛剛說的電解水 這邊的話 我們畫一個東西來電解 那電解硫酸酮酮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使用石墨棒 石墨棒作為電機 另外一個是使用銅棒或銅片作為電機 好 那石墨棒的話 它是一種惰性電機 也就是說它不參與反應 它只是負責導電而已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 電池一接上來之後呢 正極呢 它是失去電子的 而負極是得到電子的 對吧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正極這一塊呢 它其實發生反應是 電解水的正極的反應 它是發生電解水的正極的反應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它發生的是這個 產生氧氣的反應 它是產生氧氣 所以這邊會有氧氣跑出來 那負極的話呢 則是 這地方的話 就不是電解水的反應了 而是我們的銅離子呢 會接收到這個電子 產生了銅 所以在這個碳棒上面 會長了一些紅色的銅出來 那全反應式的話 你就把這個上面加一下 那這裡加的方法呢 就是因為你發現 這邊有四個電子 這邊有兩個電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這兩個 這兩邊的電子數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把它乘二 然後把它寫在這裡 兩個CU二針 再加上四個一負 變成兩個CU 然後把這個兩個加起來 然後就會變成下面這個東西 你看喔 這個電子先消掉 然後呢你會發現 兩個銅跟兩個水 所以會變成四個氫離子 跟一個氧 跟兩個銅 好那這邊的話呢 事實上這個式子不用特別記 你要記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產物的部分 正極的話呢 它就是電解水的正極 所以這個跟電解水是一模一樣的 它產生的是氧氣 而負極的話 跟電解水不一樣囉 這邊它是產生的是銅 銅會長在碳棒上面 所以碳棒拿起來會變紅紅的 會有銅出現 再來的話呢 會問一些什麼電極質量會變化 就是兩邊會不會變重還是變輕 你會發現正極的話呢 它是產生氣體 所以它的重量是不會變的 這個氣體不是來自於碳棒本身 碳棒就是碳棒 這氣體是來自於水溶液 水溶液裡面的這個水 它會分解成氧氣跑出來 那對這個碳棒的質量 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任何改變的 而另外一邊負極的話呢 則不一樣 另外一邊負極的話 我們說它會長銅上去 所以它會多了銅的重量 所以應該是要變重的 好 那在水溶液的變化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酸性的話 應該會變酸 因為它跑出了H正 跑出了H正 但是呢 它沒有OH負跟它平衡 所以它會變酸一點點 PH值會下降 那銅離子呢 則是會減少 因為銅離子會附著上去 變成銅 所以藍色會變淡 銅離子是藍藍的 這個地方要記一下 銅離子是藍色的 所以它變少了 所以它會變淡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是從我們用銅片作為電極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正極的地方 一樣是失去電子的 而負極的地方是得到電子 那正極的部分的話 它丟出電子的方式 就不是電解水的方式了 反而是我們的銅會先丟這個電子 因為我們的銅活性比較 在這個地方的話 會活性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它會先丟出電子 那銅一丟出電子呢 這個它就變成銅離子 所以銅離子跑到這個溶液裡面 所以這個丟出去之後 理論上呢 這邊會變比較藍一點點 那另外一邊呢 負極的它接收到電子 又變回銅了 所以這邊的反應跟這裡的反應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而現在改變的只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銅會丟出電子 然後自己變成銅離子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欸 這個反應呢 你如果認真要洗的話 你會發現很好笑 就是它是一個左手換右手的一個遊戲 如果你要消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老師這個跟這個消 欸這個跟這個消 欸這個再跟這個消 發現老師它不發生反應耶 事實上沒有啦 我們這邊會這樣寫 銅加上銅離子 變成銅離子加銅 這邊的話我們就不要隨便亂消 因為我們這邊要強調的是 這個銅會變成銅離子 而銅離子呢 會變成銅 那正極發生的反應它的產物呢 就是銅離子 然後負極的話 負極的話它是產生銅 那於是你會發現呢 欸這個正極的部分的話呢 是銅會不見 變成銅離子 所以它會變輕 而負極的部分的話呢 則是會長出銅上面 長新的銅在上面 所以它會變成比較重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 水龍液的變化是什麼 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陽極陰極這邊 你幫我 就是不要理它 總之就是這兩個正極負極呢 它產生的這個數量 離子 產生的跟用掉的 是一樣的 所以呢 融液顏色是不變的 融液顏色是不變的 就是它不會有變化 我剛剛說的這邊會比較藍一點點 那這邊會比較淡一點點 那事實上呢 看不太出來這個明顯的變化 基本上它很快的就平衡掉了 也就是說這一整杯就一樣藍 從頭到尾都一樣藍 那什麼時候顏色會開始發生變化呢 必須要等到這一次銅棒 最後用完了 用完了 那才有機會變淡 不然理論上呢 就是你出去一個 離開這個容易一個 長上去一個同一個 那這邊我就補一個 銅離子給你 所以基本上容易的顏色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立體11 立體11的話呢 它是說 我們今天使用不同電極來電解硫酸銅的實驗裝置 那它說電解槽第一個呢 第一個是用銅片當電極 然後呢 它說第二個電解槽 也就是這一個電解槽 它是用石墨當電極 也就是說它一次靠了我們剛剛所說的兩種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寫正極跟負極起來 才不會搞混自己 你會發現 這個電源在這邊 這邊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對不對 所以呢 按照這個電器的接法的話 你會發現 甲是正極 乙是負極 並是正極 定義是負極 必須要正負正負這樣接 好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寫寫這幾個 極發生的反應 那你會發現 這個 甲呢 甲乙這個電解槽呢 它是用銅片當電極的 於是你會發現 甲的話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丟出電子 所以我們剛剛說 這個 甲的正極這個地方 應該是銅離子會跑出來 然後乙這邊的話 應該是銅離子會長上去 正會出現銅 所以我把它的反應詞寫在這邊 那丙的部分的話 還記得嗎 我們說的這種碳棒啊 拿碳棒去電解硫酸酮 那這個地方 它發生的是一個 電解水的反應 電解水的正極反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會產生氧氣 所以這邊會產生氧氣 然後丁這邊的話呢 就會跟乙一模一樣 就會有銅長上去 好 那我們先把這些東西講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這個題目 它說 第一個它說 硫酸酮溶於水 硫酸酮在水溶液 會解離出這兩個東西 那後面這個錯了 硫酸酮嘛 既然是硫酸酮 那就是硫酸根跟銅離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是SO2- 再來B選項它說 通電之後呢 銅離子會移到乙 獲得電子 那這是對的嘛 對不對 因為乙發生的反應是 銅離子會接收到兩個電子 變成銅 所以它接收了電子 所以這個B選項就是對的 所以這邊可以寫B 那C選項它說 正電荷制電源流向甲電極 這邊要小心 你會發現什麼 就是說 老師這個電流是這樣流的啊 沒錯啊 正電荷這樣流過來啊 不過你要小心 我們這邊要強調的是 化學反應真正發生的形式 所以正電荷的事實上 它是不會流動的 你還記得嗎 真正在流動的是我們的 負電荷也就是電子 所以C選項出在這邊 C選項出在這邊 那在諸選項它說 硫酸酮水溶液的PH值 會漸漸增大 那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 這一個PH值是不會動的 我們剛剛有說 這個 左邊這個情況 PH值會下降 右邊這個地方 我沒有講PH值 也就是說 它沒有產生H秤 也沒有產生OH負 那當然就是 PH值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不會發生變化 所以注意的是錯的 再來 第二題它說 哪一個是假的反應式 那我剛剛已經寫出來 假反應式是這個 它會丟出同離子 你的重點就是想到 它會丟出同離子哦 所以基本上 只有什麼 只有A跟C可以選 對 那A跟C可以選 那你會發現 為什麼是選 A選項 為什麼是選 C選項 不選 A選項 因為 這裡面 不會發生 A這個反應 因為A呢 是我還沒通電的時候 就會發生的 因為 硫酸銅溶液水 它就會解離出 銅離子跟硫酸根 那假的話 這邊的話 是電極 丟電子出去 然後呢 它會丟出了這個 銅離子 在水溶液裡面 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它說 電解槽第二個 的丙電極 會產生哪個物質 丙的電極 丙的電極 丙的電極在這邊 那它是什麼 它會產生氧氣 所以你就選 A選項 那再來第四題 它說 這四個電極發生的反應 或變化 正確 那你會發現 它問你什麼 它問你說 甲電極質量增加 有沒有增加 甲電的電極應該是 質量減少 有沒有 因為它是丟出銅 它是丟出銅離子 所以 甲的話應該越來越小 那再來的話 乙的話 它說 乙的電極銅片溶解 沒有啊 乙的話應該是 乙的銅片應該是 慢慢增加的 對吧 它會增加 那再來的話 然後呢 丙電極 丙電極的質量不變 這個是對的吧 對不對 因為它產生的是氧氣 跟這個電極重量 是沒有關係的 那再來是 釘電極質量會減少 釘電極質量會增加 因為銅會長上去 那再來第五題 它說 這個水龍液的顏色如何改變 那第一個電解槽的話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左手換右手的遊戲 所以這個電解槽的顏色是不會變的 所以 A選項就可以先選起來了 電解槽的藍色是不會變的 那再來第二個電解槽呢 是什麼 大家記得嗎 這邊是產生泡泡 炒生我們的氧氣 那這邊的話銅粒會一直上去 所以它會變淡 所以 這個B跟珠選項都是錯的 這兩個是一起改的 它會變淡 它會變得比較淡一點點 好 那以上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電解 電解兩個部分 一個電解水 一個電解硫酸酸 這是兩大重點 好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